古雕艺术对原著民族而言是相当特别的领域 为了传承老祖宗智慧也赋予新的设计概念 华联市公所开办了原著民族牛骨饰品制作课程初接班 让学员一路从熬煮生牛骨开始到砖孔研磨 做出专属自己的骨材串足 为了传承老祖宗的智慧并且赋予新的设计概念 华联市公所特别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原著民族 乐物与艺术学士学程副教授王玉鑫和大家分享 原著民族传统的股市文化 并有暖时新工作室高邓丽娟 同门部落工艺师拉比马莎等讲师 制造学员如何将大多数人骑之不用的牛腿骨 制作成佩戴的紧致饰品 因为我们然后的那个牛骨的配饰或者是背租是蛮多的 所以就过去我们都是用买的嘛 那现在有这个课程就赶快先报名来上课 然后把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制作过程学会之后 那我们自己再回去做 因为现在都有现代工具的辅助 所以其实在制作回去的过程当中不会太复杂 但是课堂中也有同学会提到说 那以前人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或许可以在课堂上一同的研讨 或者是说在今天的课程上做更多的分享给大家 这是华莲市公所开办的原住民族牛骨饰品 研习课程初接班 28号上午在原住民文化历史观举行 而市长威嘉贤也前往课程关切上课情形 并感谢老师的飞行指导 那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老师利用牛骨 来做非常多精致的小花盆 那还有一个装饰品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也可以开发成一个 我们可以再利用再做市集 也可以做贩售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那跟我们的部落来做相关的链接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牛骨也是一个回收再利用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环保材质 那我们希望未来所有我们部落的乡亲们 也许可以朝这个方面来做研究跟研发 那学习完成之后 未来可以变成部落的特色 那我们希望在这两天的课程里面 每一个学员都能够有新的一个想法 跟新的技能来学习到自己的身上 未来能够传承给部落的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指导老师透过简报说明以及实作课程 带领学员一路从熬骨神牛骨开始到砖孔研磨 做出专属自己的骨材串租 希望学员们能够发挥多元创意的构思 打造部落特色 未来也可以将作品在市集贩售 提升部落的经济产值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